其实刚才一直在掉泪 我想可能你觉得委屈 这个委屈不是来源于她 是你觉得自己委屈 为什么我一个真诚生活 不注重物质 一心想要一个有情的 家庭的这样一个女人 我会离婚 我会四十多岁还在单身 我会碰到一个还不错的男人 却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 迟迟还没能成家 你其实更多地在哭自己 哭过去 哭你对未来的担心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让自己更多地去 考虑你们感情当中 幸福的那一面 她没有坏心眼 她只不过是 想在四十七岁的年龄 有一个能够跟她 好好过日子的媳妇 儿先生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想要孩子 我一点都不反对 因为我也见过很多 想要在四十多岁 五十岁成家的男人 不管是投婚还是二婚 他们要孩子 但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回去列一个清单 这个孩子我怎么养 当孩子一夜 要吃奶哭醒五次的时候 谁的体力更好能够陪着她 是你 是你爱人 还是你们有老人 还是你们有月嫂 那这个孩子当他上小学的时候 要去哪所学校上学 他的功课谁来帮他一起完成 你把分工想好 把日子算清楚 清单一直练到这个孩子大学毕业 包括他将来如果是男孩 娶妻生子你一项一项列好 你把清单列好了 你想想每一步谁来完成 能不能完成 你再去决定这个孩子 我们要或者怎么样 谢谢严老师 来 附老师 为什么撒谎在老里 你什么时候可以Eh 你了 踏远 你 你 是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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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